昏暗的房子里 躺着一名蹊跷流血的尸体 地板上 墙面上到处都是血迹 一旁还散落着一枚九毫米的蛋壳 目测它是被子弹击中紧不而死 可小小的一处枪伤 又怎会弄得满屋子都是血迹呢 莎拉仔细观察了尸体 肤色苍白 青筋凸起 黑色的瞳孔扩散到看不清眼白 她怀疑死者得了某种传染病 而病原体 可能就在满屋子的血迫中 二人不敢轻举妄动 急忙给疾控中心拨打电话 疾控中心当即封锁现场 所有人一概不得入内 莎拉和小哥则穿着防护服 被送去了隔离 病毒的潜伏期可能长达两周 在这期间 两人只能不断地接受检测和观察 莱恩生物医学研究室的兰妮教授 也来到了现场 他所在的私人机构 是本地唯一一所四级生物研究机构 兰妮将协助警方 查清现场的病原体 老法医穿着防护服 正在解剖尸体 结果一个不适 这可把艾克力和兰妮下得够呛 通过死者的内脏症状 推测他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致死率非常高 棘手的是 凶手也一定感染了病毒 这货正在外面到处乱窜 很可能会扩散病原 好在实验室很快就确定了病原体 这是一种通过血液传播的埃巴尔病毒 结构上与埃博拉相似 他们会不停杀死宿主细胞 造成宿主大出血而死 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式 而埃巴尔病毒 只在波利维亚的一个小村庄 爆发过一次 兰妮博士说 埃巴尔病毒的潜伏期只有48个小时 不过致死率却高达80% 沙拉和小哥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经过消毒 现场的DNA痕迹已经全部破坏 唯一的线索 就是沙拉和小哥刚刚进场时 拍摄的照片 书架上有一本启示录前顺 书籍上还有远景公园图书馆的标签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调查到死者名叫杰克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微生物学家 他在八年前发表了一篇论文后 便销声匿迹 巧合的是 杰克八年前的照片中 就出现了兰妮博士的身影 原来兰妮曾是死者的同事 他看到了死者的脸 却一直都在隐瞒死者的身份 为了不给实验室抹黑 兰妮找到了公司的法律顾问 并表示 他和死者曾去过很多偏远落后的村落 进行病毒研究工作 每天都要目睹大量的生理死别 家破人亡 这些经历 给杰克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 后来便被公司解雇了 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死去 而埃巴尔病毒从未在美国本土出现过 杰克也没有任何的出境记录 唯一的病毒样本 被保存在莱恩实验室里 公司也声称没有任何丢失记录 既然如此 这些病毒又是如何出现在堵城的呢 这个喝得鸣顶大醉的男人 不停地在揭杀 散播病毒即将席卷美国的言论 一周后 他的预言成真了 而他也成了病毒的第一个受害者 可杰克真正的死因是枪杀 既然他已经感染了病毒 命不久已 凶手为何要多此一举 现场的血泊中 有一块方形空缺 很可能是死者的公文箱 或许里面装的正是病毒 凶手杀害了杰克后 然后抢走了他的箱子 据调查 杀死杰克的蛋壳 曾出现在半年前的一起结案现场 当时警方锁定了一个长发男 事不宜迟 警方当即全副武装 来到长发男的住处 隔着玻璃 只见屋子里到处都是血迹 长发男倒在血泊里 不停地抽搐 他也被感染了 而埃巴尔病毒无药可医 他已经瞳孔发黑命不久已 想着既然都快死了 长发男也没什么好隐瞒 案发当晚 手头拮据的他正在街头闲逛 然后就瞧见一个 穿着防护服的人影 走进杰克的房子 这会以为他们在制度 便想着打劫一本 谁知看见杰克倒在地上 不停地吐息 身旁还有一个箱子 长发男瞧见 穿着防护服的人影 扑上了 慌乱中便开了一枪 拿起箱子就跑 由于暴露在了病毒中 长发男很快就蹊跷流血 甚至没心思打开那个箱子 看来开枪打死杰克只是意外 真正的凶手 是现场穿着防护服的神秘人 不过这会一直没有乱跑 也算是个好消息 莎拉和小哥已经被隔离了一整天 长期的焦虑 让莎拉的状况越来越差 他突然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好消息是 莎拉虽然烧到了38度 不过病毒检测暂时是阴性 实验室打开了杰克的公文箱 里面是他的私人电脑 硬盘中除了埃巴尔病毒的研究资料 还有死者八年前 去世界各地调查的照片 资料显示 2006年 埃巴尔病毒在波利维亚的一个小村庄 突然爆发 造成整个村庄覆灭 那一年死者和兰妮教授就在现场 他们亲身经历了那场屠杀式的病毒袭击 那次病毒爆发 给死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 从那之后他就消声逆境 然而死者的电脑却显示 他上周还给兰妮发送过邮件 说要谈一谈八年前病毒爆发的事 这意味着 兰妮不仅隐瞒了邮件 还隐瞒了死者的身份 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有跟警方说实话 就在此时 莱恩实验室的律师再次找到老罗 说实验室早在五天前 就丢失了一只10毫升的埃巴尔病毒 随后他掏出了录音机 里面是兰妮的一段录音 律师得知样本失窃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兰妮 兰妮却不准律师上报 还威胁他不准向外界透露 10毫升的病毒样本 有2000万个病毒例子 每一例都能置人于死地 对于律师的指控 兰妮觉得莫名其妙 老罗怀疑 兰妮就是穿着防护服的神秘人 他想用病毒杀死杰克 却因长发男的闯入 被打乱了计划 他从头到尾都在隐瞒真相 以至于小哥和沙拉都暴露在病毒当中 那么兰妮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直觉告诉尼克 杰克的死与八年前那场爆发有关 资料显示 当年杰克和兰妮将所有感染者 都控制在了战地医院 最终病毒还是大面积扩散 造成整个村庄全军覆没 而很多外国人 有将信件藏在相框后的习惯 兰妮也是如此 上面清楚地写着 八年前 兰妮和杰克来到村庄后 将所有感染者都隔离在了医院 为了抑制村民的恐慌 杰克便向他们谎称病毒不会致死 村民信以为真 纷纷闯进医院探望亲人 杰克的谎言宛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再也无法掌控局面 造成整个村庄几乎负面 自那之后 死者便因为愧疚一蹶不振 这八年来都没有走出那段阴霾 就在这时 尼克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律师居然也在那张八年前的照片中 原来律师是那场浩劫中的幸存者 他的所有亲人 都死于埃巴尔病毒 莱恩实验室在世后 抚养了这些幸存的孤儿 律师长大后 便来到了莱恩实验室工作 他偶然发现了兰妮相框后的秘密 得知当年是杰克的谎言 造成村庄屠杀式的死亡 便决心报仇 是律师偷走了病毒样子 给杰克注射了病毒 随后他有录下兰妮隐瞒病毒丢失的对话 想借此搞垮整个公司 因为公司一直都在替军方研制生化武器 谁又能保证 当年的病毒爆发 不是公司一手策划的人体实验呢 他只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案件了结 好消息是 埃巴尔病毒暴露在空气中两个小时 就会死亡 沙拉和小哥进入现场时 然后放病毒出来自相残杀 再发明解药 说到底 这一切的浩劫都归结于人类 而罪魁祸首 就是那些一心想制造病毒的人 以及一些打着正义的国家